韩国电视台节目近日播出Burning Sun夜店和胜利事件特辑 作为嘉宾出席的孙秀浩律师分析胜利拘留令被法院驳回一事 表示胜利现在就安心还为时过早 表示拘留申请被法院驳回只能说明警方的调查告一段落 并不意味着对整个案件的司法调查已结束 接下来检方的调查还将继续进行 对于警方宣布没有警方工作人员与Burning Sun夜店勾结一事 孙秀浩律师表示从现有的证据判断 Burning Sun夜店与警方人员勾结的可能性极高 但警方却在调查后得出了完全让人无法信服的结论 这只能让人怀疑警方因自身利益而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